一名中方飞行员被马不国武装分子劫持 扬言36小时内 如不释放此前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头目 届时将会处决包括飞行员在内的11名中方人质 迫于事态的严重性 马国军方当即运送武装分子首领前去交换 可没想到就在押运期间意外发生 一名警员竟为了给妻儿报仇 将恐怖分子头目当场击毙 情急之下马方很快将消息同步我决 于是我方当即展开战略会议 根据提供的情报得知 武装分子已控制了马国军用机场 并且截获了弹道导弹的控制权 若在五小时内没能倾脚且营救人质 到时包括我国西部1500公里半径内的亚洲地区都将受到波及 碍于此次行动的重要性 我军决定派出强力的空中支援加入战场 然而目前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面前 敌人控制了进攻道路周边的两部警戒雷达 其检测角度几乎封死了所有空中行进路线 但通过对雷达的分析观察 两部雷达中存在十秒的空白期 想要深入敌营且不被发现 只能趁此期间再最窄二室 高度三十米的飞行条件下超低空飞行 并且此次为夜间行动 难度极大稍有差池就将击毁人亡 不过我方军人只要存在可能 必将刻不容缓 惹怒我们 是他们最阴陈的军人 你们即将出征 请就远方同好 这就是我们身边军人的职责 我方派出殲尸死狠海来到窃斯城海 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 在崎区的山脉逐超低幅飞行 警戒敌军的防空雷达同时高度击击 期间只要稍有差池将会损身碎粉 一空出房任务完成 然而另一边已潜入的陆地作战部门 却发生了计划之外的变化 士兵成功突进至关押人质的导弹井内 可他们下一秒就愣在了原地 没想到马国提供的情报有误 国防公民并未关押在此 但本人倒走 还是先将其带至安全撤离区域 不过确保了导弹井内无任何干扰因素 我军将采取下一步行动 歼10C战机如同鬼魅般出现在敌方上 随机两枚硬移动 迅速地将敌军萨姆防空导弹摧毁 紧接驶向弹道导弹发射井 准备一并将其摧毁 可敌军头子眼见情势不对 竟直接按下了发射装置 准备对我国领土施以报复 千军一发之际歼10C及时赶到 精准命中导弹发射井将其摧毁 但这时总部却传来了一则坏消息 通过彩虹5号无人机检测道 敌人欲想要在机场将中方人质处死 得知消息的歼10C飞行员 当即调转机头来到机场上空 只见战机尾部的副油箱被直接抛出 被劫持的飞行员人质立马明白了任务 我说 来这儿 我把你去找 我就是要去 长大随后不住耳朵 这就是我吧 你们一定要让我做的去做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坏掉 歼10C的超音速飞行 将毫无防备的敌人耳膜震随 随即我帮直把武装直升机加入战场 逆急的火舌瞬间将敌人压制 警戒所将数名特种作战军员 很快就将面前敌人肃清 并且人质被安全带出 可在他们没注意到的地方 敌军王牌飞行员竟趁乱来到幻影两千 欲想追杀我方撤离的人员 得知消息的歼10C当即赶往左接 但他显然没想到敌人竟会如此狡猾 双方刚一碰面就发生了激烈的狗风 直到清静最后一发子弹也没能将对方击落 然而我们的飞行员早已掉入了敌军圈套 武装分子故意引诱我军歼10C将弹药用尽 而他却还留有一枚导弹 危机关头 我军飞行员做出了一个最坏的决定 只见歼10C急速俯冲驶向着敌机 用飞机尾翼将敌机拦腰斩断 好在办法成功奏效 但这种玉石巨焚的战术 同时我方战机严重受损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